女性过了50岁,经常感觉浑身哪哪都疼,这是很多中老年女性的真实感受,有时候这种疼痛可能会让人产生恐慌,担心是否是大病的征兆。 那么,这种情况真的需要我们过度担忧吗? 1.女性50岁后身体变化的常见原因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女性50岁后身体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更年期的影响 更年期是女性生理上的一个自然过程,通常在45到55岁之间开始,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月经周期的结束,这是由于卵巢停止产生主要的雌激素、雌二醇所引起的。 更年期对女性身体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热潮红 这是更年期最常见的症状 表现为突然的热感,通常从脸部和颈部开始,然后扩散到全身,可能伴有出汗和心慌。 2.骨质疏松 雌激素的减少会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 3.心血管疾病 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降低,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4.尿道和阴道问题 雌激素的减少可能导致阴道组织变薄和干燥,可能引起性胶疼痛,增加尿道感染的风险。 5.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 一些研究表明,更年期可能会对记忆力和注意力产生影响。 6.睡眠问题 热潮红和出汗可能会干扰睡眠,导致失眠。 7.体重增加 更年期的女性可能会发现体重增加,尤其是腹部脂肪的增加。 以上都是更年期可能对女性身体产生的影响,但每个人的体验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会有更多的症状。 有些人可能会有较少的症状。 如果你正在经历更年期,并且发现这些症状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质量,建议寻求医生的帮助。 2.身体老化的自然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各项功能都会逐渐衰退,包括骨骼、肌肉、神经系统等。 这也可能导致身体疼痛。 3.生活习惯和饮食的影响。 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不合理,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各种问题,如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 这些疾病都可能引发身体疼痛。 4.心理压力的影响。 过大的心理压力也可能导致身体疼痛,如头痛、背痛等。 2.常见的身体疼痛和可能的疾病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身体疼痛可能与哪些疾病有关。 1.关节疼痛可能与关节炎有关。 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疾病,特别是在中老年人群中,关节炎的发病率较高。 2.背部疼痛可能与骨质疏松有关。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疾病,特别是在女性中,由于磁激素水平的下降。 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较高。 3.头痛可能与高血压有关。 高血压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如果不及时控制,可能会引发各种并发症,包括头痛。 4.胸痛可能与心脏病有关。 心脏病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如果出现胸痛,应立即就医。 3.如何正确理解和应对身体疼痛。 面对身体疼痛,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和应对呢? 1.健康饮食,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多吃蔬菜、水果和全果类食品。 少吃油腻、高糖和高盐的食物。 这样可以帮助身体获取足够的营养,减少疼痛的发生。 2.适当运动。 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减少关节疼痛。 例如,可以选择散步、瑜伽、游泳等低强度的运动。 3.控制体重。 过重的体重会增加关节的压力,导致关节疼痛。 因此,保持健康的体重是减少疼痛的一个重要方法。 4.足够的休息。 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可以帮助身体恢复,减少疼痛的发生。 5.管理压力。 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身体的疼痛感增强。 因此,学习一些压力管理的技巧,如冥想、深呼吸等可以帮助减少疼痛。 6.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体检可以及时发现身体的问题,及时进行治疗。 7.服用药物。 如果疼痛严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止痛药。 8.物理治疗。 如热敷、冷敷、按摩等,都可以帮助缓解疼痛。 9.心理疗法。 有时候,疼痛也可能是心理压力的表现。 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处理这些压力,从而减少疼痛。 10.粘酒和中医治疗。 粘酒和中医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缓解疼痛的方法。 总的来说,应对50岁后女性身体疼痛,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包括生活习惯的改变,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 同时,也需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相信自己可以克服疼痛。 4.医生的建议和治疗方法。 对于身体疼痛,医生通常会提供以下建议和治疗方法。 1.针对不同的疼痛,提供相应的治疗建议。 如关节疼痛,可能需要进行物理治疗或药物治疗。 背部疼痛,可能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或手术治疗等。 2.强调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的结合。 3.药物治疗可以帮助缓解疼痛。 非药物治疗如运动、放松等,可以帮助改善身体状况,减少疼痛的发生。 3.提醒女性朋友们关注身体。 真爱生命,身体是我们的本钱。 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体。 关注身体的每一个变化,及时就一。 总的来说,50岁后的女性,身体疼痛并不一定是大病的征兆。 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以有效缓解疼痛,保持身体健康。 健康的生活,从关心自己的身体开始。 一样慢慢认识是。 新体自身体有